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机会利用节目 扭转离开央视的不利 更有可能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娱乐主播 但却因他自身原因 得罪了节目组被电视台封杀 成前是个很低调的人 在媒体前很少谈及自己的感情生活 成前有两段婚姻 都是后来才被人们所知 对于感情一向低调的成前 直到于央视主持人董青的恋情曝光后 才对 自己的感情不那么遮遮掩掩 据说 2001年 董青到北京发展前就与成前相恋了 董青非常崇拜成前 对成前感情很深 一直希望恋情能有好结果 2002年到北京发展后 他就与成前同居了 恋情维持了五六年 2007年夏天两人分手了 离开电视台的成前开始转战影视圈 2001年主演陈凯歌导演的电影《和你在一起》 2004年出演电视剧《大上海风云》 2008年在电视剧《东方硕》中 扮演男主角《东方硕》 成前虽然拍了为数不少的电视连续剧和电影 但出彩的并不多 后来又尝试着出真集 做导演